加油 加油 哇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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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很正常的 謝謝可以了 緊張 現在 是不是很喘 你們真的是很有活力 我覺得狀態不是很好 因為有點感冒 所以 非常感謝你們 再一次也能夠再聽我的 這個演講了 這個演講是有點非專業 所以有準備的一些講稿 可能可以看起來有可能有一點刺螺絲 不過你們還是要有一點鼓勵 OK 有沒有中場休息 中場也都會有中場休息 音樂 當然音樂 當然也有生意就能夠帶來喜悅 所以音樂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給大家得到歡樂 但在過程裡面我發覺 有很多奧秘在裡面 如何去聆聽 比如說你們在唱歌 還有去聆聽歌詞的時候 其實都是跟這個 今天我要講的都有關係 讓我喘氣一下 首先呢 我是比較一個感性的人 所以今天這個燈 可能比較會影響到我 可不可以關掉一點點 沒有 因為我要開一個短片給大家看 一個姿勢就是先聆聽 先學會專注力 多用想像力來聽音樂 分解 其他所有說過 就是一位畫家 藝術是謊言 藝術是告訴你一個 非正式的一個答案 然後這個答案是由你心中去猜測 和去判斷 當然音樂也是藝術 這一個功能呢 是可大的 每一個人 有一個健全的這個聆聽功能呢 一開始就很需要到音樂 OK 你們認同嗎 OK 當然認同了 好的發揮是非常的強大 我非常需要我的右腦 來幫我執行我的工作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 聆聽和製造音樂 這右腦對學習也非常重要 這個五感呢 這在對我們的頭腦呢 其實產生了非常重要的 就是對音樂非常重要 就比如說 我們在控制右腦的時候 是什麼手 右手還是左手 控制我們的右腦 左手對不對 這邊誰是左撇子的去舉手 哦 你會發覺自己特別的聰明 有 特別的帥 特別的美對不對 對 大家 華老師應該也是左手 右手啊 哦 文姐 我也是右手 我左右都可以 哦 我也是耶 OK 學有一個根據就是左手 的確會比用右手的來得比較強一點 因為他動用到右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做邏輯思維的時候啊 在爆破的想像力 他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 呃 講講一個功能啊 當你用左手 呃 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 了解 到底 你的呃 效果在哪裡 不是說用左手就厲害 不是說今天我知道左手 左撇子就很厲害 我就趕快用左手寫字 如果你 假如你用左手 你不會全面發揮你的右腦 他還是 等於零的 而且有些人的左手是先偏的 他是 因為有些是家庭遺傳 或者是一些家裡的習慣 有些父母沒有糾正 他就 左撇子 這也不代表他是非常聰明的 剛剛我就說你不聰明 你是例外 你們是例外 OK 講是非常重要 這怎麼跟我的音樂連貫起來呢 就比如說今天我 彈奏一首旗幟 我第一個工作就是要先有幻想 你要有幻想有幻覺 你才會知道 這個作品你必須要怎樣去處理 就好像你們現在才唱歌 你們有幻想 你們有幻想 接下來未來你們是多麼的美好 所以呢 就開始有了一種感覺 所以這樣子唱歌是非常有根據性的 通常在這裡 誰畫畫厲害的舉手 又是你 這真的是左手厲害 畫漫畫 都可以 哦 我會選你的樣子 裸體畫 蛤 這是畫不算長 OK 我想問你 你在畫畫的時候 你的靈感是怎麼來的 比如說你 你比如說 畫一幅圖畫 首先你會 抄 看別人的圖畫 來作為你的靈感來源 還是從你自己自發呢 超不常 是自己喜歡 蛤 不會看人家 不會看人家 就是不是抄襲的 就是完全 這樣算是有天分的 其實你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興趣加天分 他一定會成功 所以你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比如說他 興趣是圖畫 他就盡量的發揮 所以對他這樣有幫助 就是 當我們的幼腦在操作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 要讓他完全發揮 你可以嘗試把 朗讀之類 唱歌和朗讀 這是最基本 是讓你的幼腦呢 能夠進入他深層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左腦跟右腦呢 他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其實最穩固的記憶就在底層 就比如說我們的右腦有潛意識 潛意識當然是很好 就是你讀了他就記得 OK 這個左腦呢 就比較笨蛋一點 他只是外層的這個機遇 所以呢 我們的右腦比左腦 聰明一百萬倍 甚至是一百萬倍 所以 假如你們讀書 這邊讀那邊忘 好像short term memory 這個好像在記一下 然後就忘記了 其實你們只是在外層 要怎樣怎麼注目到裡面呢 這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學聽音樂 為什麼啟蒙教育老師呢 在小學都是要給學生聽音樂 和朗讀 因為這是有跟我們的腦部的發育 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在聆聽 我教你們怎樣聆聽音樂先 然後等一下我接下來的 這個右腦的部分 我先講一下 要怎樣讓他能夠起開 能夠把他記得在深處呢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 我們玩樂器的人 鋼琴這些 其實是有一點好處的 真的 因為他是活動之間 是最敏感的部分 你看老年人 他們要做一些生理上的活動 比如說這些健康室之類的 然後他就可以避免有痴呆症 這些是有根據的 比如說 我們有彈簽的人 老年應該不會患上這樣的病 所以 而且呢 當你在活動之間的時候 他特別你的記憶 就特別是在能夠到深處裡面 所以當行家 為什麼可以記得這麼多不同的音符 而且這個記憶是要很穩定的 不可以不見了 就好像我講話我可以結巴 在舞台上你明明不可以結巴 你這100%要準 集中力 情緒 想像力 全部結合在一起 就好像有些人 能夠唱歌 不過他總拍 總音 這些就是他在幼腦方面呢 還是不夠的成熟 古典古典好像很文學 聽起來很悶啊 其實古典樂 它根本不悶了 等一下我們開發頭腦的時候 你們注意古典樂器非常重要的 這個重要的一些 整個過程 首先 教你們講聽音樂 你沒有發覺 當你心情要很平靜的時候 你聽到音樂的這個波浪啊 特別的優美 有沒有注意到 當然優美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幅度 然後升上去在高潮的部分 OK 假如你很生氣的時候 你的音樂的跳躍的這個活動 特別的多 肯定是跳來跳去 所以就好像那個 你叫我們跳舞的時候 那些音樂 都是蹦蹦跳跳的 還有國歌 國歌是怎樣 速度快還是慢 有慢有快 快就代表什麼情緒 就是那種高昂的氣 那種那種情緒啊 就是 哇 國家啊 馬力學某類都類 不過呢 假如很莊嚴呢 假如很莊嚴呢 就是很慢 假如你今天聽古典音樂啊 大概有在這個分析的這個層次 裡面能夠聽進去的時候 你的右腦開始被開發了 怎麼說呢 就好像 你這頭一秒鐘 能不能夠有分析到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這個是非常重要 有些人聽流行樂 對 流行樂是 其實流行樂只是外表的旋律 不過它所供應的東西是很限制的 古典樂卻不同 古典樂呢 它是給你很 一層一層的解剖給你聽 有些時候 我們在生活當中 其實有很多古典樂 只是你們沒有察覺出來 就好像現在流行歌 好像SHG唱的歌啊 其實也是古典樂的某一些作品 OK 像我的一首古典樂 我設定一個吊子 這個吊子呢 喜怒哀呢 就靠這個吊子 比如說我今天比較傷心 我就用小吊 這個小吊 還有分很多種喔 你知道嗎 巴哈 你們有聽過巴哈嗎巴 巴哈 巴哈 它特別謙承的 它是基督徒來的 它他們寫的音樂 都是跟宗教有關係的 很像那種受難的作品啊 比較莊嚴的 它會寫B小吊 因為這不是戲劇性的 這個B小吊 它的情緒呢 是非常的怎樣講 是非常的set 就是很認真的那一種 OK 有些喜悅的時候 它可能會寫C大吊 C大吊呢 是代表純潔 或者是和平 開心之類的東西 比如說肖邦 是那種很陰謀 有些人 你看整天都是很陰謀 他就很喜歡寫F小吊 可能我想的這些 就是有一點 假如我們挖嗨呢 可能聽不太明白 不過認識一下 嚴防了齁 因為我查特本身呢 就很喜歡大吊 major major給人家的感覺 是很開心 就好像看你們唱的之前 看你們唱的那些歌曲 都是大吊還是小吊 大吊 對 假如小吊 我的夢想是小吊 好像不是很好的夢想 OK 所以大吊給人家的感覺 是一種很振奮 他就發射囚牆的一個功能 這個 做這個古典做品 他設計了一個吊子 然後呢 他就慢慢帶你去旅行 他跑出去了 他跑出去的時候 他有一些遭遇 他好像在講故事 這個作曲家呢 他彷彿放了一些音符 跑得很遠 就好像他去了很遠的地方 然後突然間他換去小吊 可能在那地方發生了一些事情 這個事情一連串的一直在發生 然後他不斷不斷的一直在換吊子 這整個分析的過程呢 就是五點月了 五點月呢 就讓你去感受這些音樂 它不只是外表的音樂好聽 或者是他的情緒高 持續上他要表達的就是故事的內容 可要注意喔 看到我說呢 那個故事內容是沒有一定的答案 是需要你去思考的 就好像你傷心 他傷心 他寫的那個傷心的歌 就是因為通過這些途徑 也感染到你傷心 不過傷心的層次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個人的一種想像空間 然後呢 比如說他到了不同的轉調 然後你會發覺有不同的樂器的進入 或者是一些音符 本來從彈鋼琴是一層的 可能我要談兩粒 現在我要談三粒 可能我要談很多粒一起一樣 這個呢 故事內容就不太一樣了 然後到最後呢 又回家 所以這整個過程呢 這個享受啊 就是五點月最值得你去研究的 我們要發揮我們的誘腦的時候呢 其實有幾個重要的重點 OK 你們試試看啦 從今天開始你們試試看 當你起床的時候 比如說你是喝咖啡啦 別沖沖地喝咖啡就上班 你喝咖啡的時候 停一下慢慢來 步驟不要這樣快 不要說時間不夠了 就吞下去 OK 感受一下 今天的咖啡味道怎樣 秀一下 然後問一下 然後呢 問自己這個咖啡 有沒有昨天的香榮好喝 OK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OK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我这边的例子是上班 这边我这边就好像上课了 上课你们上补习课的时候 看着老师的脸 然后要观察一下他的脸色 这个我相信你们都会 不用我讲你们都会 他的这个这种脸就是天气欲爆来的 OK 他的脸色看他心情不佳的时候 你们就要小心 能像就像 OK 这怎么就是在幼儿的时候 其实你们也是能够做到的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也就是说 在处理以后工作上人际关系的时候 是对你们很有帮助的 OK 还有下班的时候 他是讲下班了 或者是放学的时候 不要走同一条路 可能走一些你平时没有走过的路 这个是一种新的一种尝试 所以你的头脑接触的东西 每天都是新的东西 这个是对你的幼脑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一定要学习哦 幼脑是比左脑强度 是一百万倍哦 然后呢有时间呢就去运动 OK 呃这个 sorry这个我做不到 打保龄球 我做不到 游泳 全部都对幼脑很有帮助的 OK 所以有运动的人实际上呢 他都是会比较 呃 其实会有点比较聪明的啊 这条呢必须要用我颜色 有颜色的字条 然后呢这些颜色字条都有写出不同的一些文字 这些也是让你的幼脑有特别的想象空间 晚上呢躺在床上的时候 别急着睡觉 不是叫你按 按handphone啊 OK 看看小说 发白日梦 想一下东西 OK OK 然后呢 想看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不要只是按handphone啊 那个迷路啊 要想象 想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当然要想好的啊 不要想不好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要做好的东西嘛 对不对 然后有人说要自己更差的 OK 然后呢最后一样呢就是 有时间的时候去动手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DIY的东西 OK 然后折纸啊 这些 然后甚至一些有创意的东西 这些都是发挥你幼脑的 假如你们可以做到的话呢 其实就对你们有帮助 是 进一片K448 这个作品啊 一定会有在古典乐啊 我们做品必须有很多 档案的这个Catalog Number 因为比如说我莫扎特 我有写了 这一个调子 D Major D大调 其实我写了好多个都是D大调 给你们猜一下啊 看来看你们有用心啊 看来我说过了 莫扎特的本性是 调的浪钢啊 每天都很开心的 什么大调呢 是最纯洁跟开心的 C大调 C大调 对了 他写的差不多C大调 这个贝多芬就惨了 这贝多芬每天都很惨 我跟你讲 他的人生啊 好像是很戏剧化的 你知道吗 他是耳聋的吗 你们知道吗 但他不是全 他不是一路来都聋啊 他是在45岁过后是全聋的 这个全聋的时候 他写的音乐是超难的 那时候啊 他完全发挥右脑 完全是想象力 这个谈的人可场 就好像我谈的这个贝多芬的这个作品 100号以上 这样谈也不是 那样谈也不是 实际上呢 他是需要有感触的 就是这里其实有三个乐章 这三个乐章 让我给你们听第一和第二 其实第三呢 看有没有时间啊 因为听到来大概是20多分了 我教你们听啊 因为这个是 对哦 等一下我听的问题 全部都是在里面有的 这个是Duet Duet呢 就是Piano 这个叫Four Hands Piano 就是 是说 Two Piano 对 是啊 Two Piano 就是两架 这个Duet真的蛮复杂的 这个钢琴呢 88个键盘 88个黑白键 然后呢 这个Duet呢 假如是坐在一起的 比较浪漫的 Four Hands 假如呢 分开的 Two Piano 这个是Two Piano 因为 Mozad Piano 要跟那个女生 要有点距离 不要坐到太靠近 OK 所以 这一个 K448的时候 你们入围 第一乐章 以他的个性 是快还是慢的 哇 好聪明 你们就是学古典音乐 这个是逻辑性的 快 对 因为 通常是快的 开心的东西 都一定是快的 这样就会 第二乐章是什么 速度 通常一般上 在古典音乐 都是慢的 OK 因为他要成对比 这个听慢的时候 可能你会觉得很慢 想睡觉 本来都一点想睡觉 对不对 我教你 你要认 学会认真的听 就好像你们 现在要赶功课 就是 明天要考试了 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很累了 要如何专心 我教你们 做自己 深呼吸 把你的呼吸 降到 在音乐叫 拉过 拉过 不是拉 那个口 是 放得非常的缓慢 这个有一点叫什么 meditation 那个叫什么 晨词 冥想 冥想 对 我不是写这样的人 不要误会 OK 你会发觉 当你在 恨心里 恨出 你新生的那一 所曲子的旋律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这个头脑 只是拥有它 你不太会有 能够进入其他的 思想在里面 而且呢 那首歌呢 假如那首歌 他的澎湃度 他的 他的音乐的气氛 是完全能够轻越你整个心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 假如你聆听作品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做到这样 五点乐 有一点麻烦 五点乐跟流行乐 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除了内容之外 他的时间 流行歌四分钟 最长给你五分钟 差不多这样 都五点乐 一弹下去 十多分钟了 饮料集都要憋住 在演奏会上 最坦的就是买中间那个位 有一次我们真的是肚子痛了 我跟你讲 代表那个歌 贝多芬 一个作品可以弹一个小时了 那刚给你坐在那边 没完没了 我肚子又拉肚子 又不可以站起来 旁边的人会 他一定会讲你的 告诉你 只好憋住 记得 所以后听五点乐 千万要把东西清理干净 OK OK 我给你们解说的这一个音乐的情况 气氛的时候 你们在年轻的时候 假如你的头脑在同一个时间 听到有很多层次 比如说我听到有高音 我简单来说 比如说在课堂上 我叫一些小朋友 他们可能不太明白听声音 我就叫他 比如说你现在听一下这个空间 到底有多少声音 你可以听到的 比方说 请看 第一就是冷气 这个冷气蛮少 看他后面 有人动一下 摇一下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一种听的 一种讲讲解决性 当你在很认真在听的时候 你在学习很认真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记得 虽然其实也是很臭乎的 有时候会找一些小答案 在你身边 OK 看不到 OK 很好 刚才我有说过 我们的这个诱老 请比如说出一个例子 我教大家的一个方法 能够在生活当中 能够开发诱老的一些 很容易的方法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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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左手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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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像不太正确 因为我不太 在泰南我不是 看起来我们说过 呃 不跟命题把它更紧 好 好 写音乐 哇 这个说一拍马屁 爱的拍马屁 写音乐 OK 等一下我写音乐 答案对吗 你说 错 错 一 二 三 OK 又是你了 放学的时候走另外一条路 OK 对了 带人家走不是迷路的路 OK OK 掌声鼓励 好 好 人体我的 打动部分是刺激 幼脑的方法 呃 人不刺激幼脑 大家其实我有提起 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呃 呃 暗示 就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 那等一下 一 二 三 你 已经快了 来说 蛤 手指的什么部位啊 对 指尖 指尖的部位是最刺激我们的 这个大耳深处 OK 来 来 来 鼓掌 没有鼓掌啦 哇 这里你的学生都有进课了咧 有 这是你训练出来的 你训练的 拉狗 拉狗 拉狗就不够 指尖OK很好 那怎么讲的叫 拉狗 拉狗 这叫什么我叫拉狗 意大利 意大利 喂 有了 来 来小弟 去哪 蛤 蛤 我第一次教小学生 这些工人都是意大利 蛤 意大利 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吗 我还会是一小弟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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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动作很快 因为你说难不难说 容易不容易 蛤 看起来他所说的 会让我们聚名的歌曲的第二练三份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ется eks 天使是白色的 对啦,恭喜 今天你们家要听东西啦 等一下跟他抢玩啦 OK 明天我们再来互动一下 然后呢,明天下单场 我会给你们 听林晶到底早上要听什么歌 中午晚上要听什么歌 然后 对 然后呢 早上那一阶段呢 是听朗朗 OK 一个小段 大功告成 谢谢